2014年21U世界杯棒球锦标赛 中华队在全国球迷面前 抛下象征荣耀的蓝色彩带 这批独冠班底睽違半年后再度相聚 要挑战另一项重大国际赛事 光州市大运 总教练郭李健夫也将队长职位 再度交给国体大仰带军 该如何凝聚老队友跟新人间的默契 队长可是有一套 能够再跟熟悉的队友们并肩作战 除了已经培养出革命情感之外 还多了份像家人般的亲密 阿Kia尔桑曹佑宁更高兴 在他的圆梦过程中有大家的陪伴 我以前到现在还没有出过亚洲 对啊 所以这次很开心可以先去美国 对啊 对就是出亚洲的愿望 对啊 会感觉很像又回到 比自己原本的队还要 凝聚力还要强这样 顶着21U冠军队伍头衔 这一批小将再度合体 搭配潜力骨 打造出全新的中华队 要在世界舞台证明自己 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 本来体育新闻 桃渊采访报道